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現在是早上的11點多 星期三的早上 今天就要介紹第一隻推介 是保羅華SuperCherrell 其實兩個禮拜前 豬仔都介紹過同款的藍色 銀色殼 有個錶迷當時私信了豬仔 可不可以幫他找這隻金色 終於訂賭貨回來了 是一隻復古電視機音叉 logo 高頻262kHz 復古電視機提到這個名詞 原來電視機型的一隻手錶 在很多品牌裡都會擁有 例如Omega 甚至乎天梳 美度 很多品牌 精工 CITIZEN 都有出過電視機型的手錶 包括我手上這隻 寶努華 寶努華 SuperCherrell 系列 這隻系列是復古電視機 用上了金色的 非常有味道 原來出來的效果很漂亮 首先恭喜錶迷 眼光選了這麼漂亮的錶 借了他的錶來拍拍 這隻是製造了銀白色的 拉絲花紋的金屬錶盤 金屬拉絲花紋的錶盤 你見到他做了打直的條紋 有些暗的打直條紋 銀白色的錶盤 配搭了金色的九牙圈 這個九牙圈 外國有些YouTuber 形容它為 Cons 那個 錢幣旁的凹凸坑 凹凸坑的打磨 這製造了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再加上放大鏡 金色的調釘黑度 金色的調釘黑度 262kHz 寫著 262kHz 是一隻石鷹高頻機身 有些錶迷誤會了 包括我同事都以為這隻是機械錶 其實這隻是石鷹錶 做了262,000頻 所以它的指針 還比一般的機械錶順滑 很多時候我發現 錶迷不買石鷹錶的原因 除了要換電池之外 最主要原因是 它不喜歡的指針 是搭搭搭搭的跳 而這隻就是 油針 我們叫掃描 掃描的指針 所以 可能會令那些錶迷 會有另一個改觀的感覺 你也有一隻 掃描指針的 262kHz 一隻手錶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有很多手錶 包括石鷹錶 機械錶 但你未必擁有 一隻262kHz的手錶 寶路華專出這類型的系列 寶路華有幾種 令人深刻的印象 例如是音叉標 這個錶上面都有 12點位置 用上了一個音叉標誌 它自己的標誌性標誌 黑度的條釘 也做了特體的 立體的條釘 也是用上了金色的 6點位置寫著262kHz 有無限標誌 有P字的標誌 這是Position的一個系列 一個高頻的系列 狗牙坑打磨 除了像我剛才看過 Youtuber說的前幣 在圍邊位置打磨的手錶之外 其實那個手錶是很好 完全不戒手 但凹凸起伏都做得很明顯 這次更加復古 用上了金色的外殼 金色的外殼也是朝流興 這一年的下半年 都興上了金色的手錶 金色的外殼 配搭了銀白色的錶盤 金色的條釘 用上了復古電視機的標誌 配搭了寶劉華獨家 自己的262kHz 的一隻適應高頻機心 時分針帶有野光 玻璃採用了藍寶石玻璃表面 做了凸起車邊 還有三點位置帶有放大鏡 下面透過放大鏡 我們看到的日力槍很清晰 也有金色邊框 這細節為它做回 我留意過內影邊 其實有羅馬數目指 有羅馬數目指 令整隻錶更加豐富 有層次感 錶官上面放在三點位置 上面都有標誌性標誌 陰差的標誌 呼應12點為止的標誌 做了一個拉推管 錶殼方面很紮實 做了一體化射標帶 跟PRX的鶴型有少許不同 相類似的設計 但有少許不同 是它取了圓角 並不是零角切角 旁邊也做了拉絲花紋 整隻錶很有質感 錶帶方面有闊到窄 錶帶也是做了實心的連接位 所以很實實 錶帶是長短短的 兩旁拉絲間光身 有闊到窄 錶帶很漂亮 錶扣的位置 沒有微調孔 但有半粒調教 有1粒和半粒調教 按鍵打開 做了口橋 上面也有保羅華音叉的標誌 做了口橋很紮實 橋位也做了金色 大家有留意嗎 很多時有些錶 不論錶是甚麼顏色 它都用銀色的橋位 這個就做了金色 一體化味道會比較重 我自己覺得做得比較好 按鍵打開了 而且其實保羅華 老實說 造工真的不錯 因為很多時候 我摸人客帶來的瑞士錶 或者其他品牌錶 很多時候都很介手 錶扣位置 保羅華這個不錯 錶帶都不理手 好了 先看看錶底 錶底寫著 Super Chevelle 它的系列 還有Position 有無限標誌 還有保羅華的音叉標 還有 藍寶寫玻璃錶面 有4顆螺絲 我們看到錶底 錶底都用了不鏽鋼 銀色的 很紮實 整隻錶的手感不錯 這隻電視機的復古 Super Chevelle 的系列 試一下 給大家看 看看重量 去到142克 142克 有些手感 這些非潛類的系列 復古系列 通常很少去到140多克 這隻手錶 雖然錶不算大隻 但去到142克 有些質感 真的由錶殼 到九牙圈 甚至錶面 看上去的質感很強 你絕對拿了上手 你不會覺得 它是一隻入門級的手錶 試一下 試一下 有停秒功能 高頻的機心 考考大家 262,000頻 其實比起普通的石英錶 頻數又是怎樣比較 普通的石英錶 大概有3萬多頻 這個是8倍 所以掃描指針很順滑 好像以前的舊式鑽石排鐘 即是我們家裡插電的鐘 就是掃描指針 現在也有掃描指針的石英錶 我覺得半格 我們試一下向上轉動 教日力 一格一格跳 教完之後 按進去 一格拉推盤 其實在市面上 比較少同類型的機心手錶 一般都是機械錶 如果你要掃描指針的話 而石英錶很少有類別 一般都是寶魯華 所以我自己覺得 很值得擁有寶魯華 這個系列的262kHz 尤其是掃描指針 還有音叉標誌 是它的標誌性學習 好了 復古的電視機 TV 直徑方面 是37.9A 37.9A Bassel位置差不多 37A 厚度方面 是10.5A 厚度 而Luck to Luck 是44 45 戴上很貼手 錶也不大 我自己覺得 剛剛好 配合到陣 這隻手錶 尺寸 甚至乎 錶型 甚至乎 旁邊的狗眼坑 藍寶石錶面 很棒 好了 豬仔推介 多少錢呢 這隻 高位置的 一隻 寶魯華的 Super Sherwell 的系列 好了 豬仔推介 金色和銀色 一樣價錢 2600元 前兩星期 2598 匯率的問題 一樣價差2元 2600元 因為外面一般金色 比較貴 我看到外國有些網站 賣到700多元 775元 775元 有些是650元 Ebay 728 709 Coin號24 美金 全部是 最便宜的網站 599元 豬仔推介 超信價 2600元 2,600元 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可以WhatsApp 給豬仔 打給豬仔 告訴我你喜歡這隻手錶 想在佐敦電腦 可否定例 豬仔 星期五 會有一隻 下星期有多兩隻 總共三隻 手上這隻現貨 不能給你 是標迷訂了 如果你喜歡 和標迷一樣 喜歡這隻 SuperCherwell 復古電視機 可以WhatsApp給豬仔 或者打給豬仔 金色的外殼 更加復古有味道 如果你還未擁有 262kHz 數秒指針 音差logo 我強烈建議你擁有一隻 希望你喜歡豬仔 這個推介 很順滑的一隻手錶 非常漂亮 我知道有些標迷 之前買到銀色的 藍面就跟豬仔訂其他顏色 因為這個標實在太好 而且標形很漂亮 很順滑 所以很值得擁有 希望你喜歡豬仔 今天第一條影片推介 我們下集見 拜拜